歡迎收看香料水晶晶 歡迎收看香料水晶晶 今天是我們外島行程三天兩夜的媽祖行 然後跟大家提醒一下 媽祖要記得機場是落地在哪裡 因為我以為媽祖小小的一個 卻沒想到有北岡跟南岡兩個機場 所以我今天還搞錯機場 然後再者在出發前一定要注意天氣狀況 因為如果你起霧太嚴重的話 可能沒辦法搭飛機就要改搭床囉 而且班次沒有很多 好啦事不宜遲我終於到北岡啦 我們準備出發拉稿 你那個來媽祖搞得跟來拍電影一樣啊 我今天不是來媽祖 我是來地中海 好嗎 表哥你沒有鎖車耶 蛤 不用鎖車嗎 原來媽祖自然好倒可以不用鎖車 有人缺車的嗎來媽祖拿一下 我們現在要買船票 然後去南竿 船班的時間就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的5點 像我們今天馬上落地之後 1點半就有一班啦 然後船程時間是15分鐘 其實還蠻方便的 今天的景點就是來媽祖就一定要來看媽祖 所以呢這個景點就是媽祖巨神像 也是號稱亞洲最大的一個神像 媽祖巨神像呢是媽祖最有名的景點之一 據說林末娘呢頭海舊父 然後失手呢飄到村內 居民為了感謝祺孝心呢特別的在此呢聚了巨神像 我們呢上來看完巨神像之後呢 記得一定要跟著這個祈福坑道走下去 這也有點儀式感對不對 晚上這邊燈應該都會開會更漂亮 其實白天有白天的美 晚上有晚上的一個景色 所以不管什麼時候來 這個景點是必須一定要來的 好像就是那個台窖的那個神窖部分 那這邊有個小坑洞 我們一起走下去 走吧 哇 臉有洞天的感覺耶 你看 這邊很有感覺耶 其實這也可以變成完美景點 可以拍個完美景點 媽媽可以看一下你看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其實都有做好所謂的通風口 對不對 好 我們去往前看看還有什麼 這以前是避難的嗎 對 所以以前其實是防空洞 那種戰爭時期的防空洞 現在反而是變成是 非常漂亮的一個景點 你看它地上還有這個 好 我們快速往前看一下 哇 大家看了超美的 走不完走不完 這邊更美 這邊還有一塊 對啊 好酷耶 有沒有很美啊 好啦 帶著大家去看 我們看下個地方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喔 走啦 出來彷彿受到保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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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其實我覺得媽祖是很自信之旅 好 自信之餘 它有一些歷史典故 然後更重要的是 它真是慢生活 然後配上海 你看好美喔 彷彿 彿彿 所有的煩惱 以及 被生活所逼的壓力 都一掃而空了 你說是不是 天后宮旅人向前衝 我們來到 媽祖天后宮 好不好笑 好 不理我 我們剛剛從 媽祖的巨神像 下來之後呢 就會直接到我們天后宮 天后宮其實也是一個很熱門的景點 天后宮拜的是 媽祖 那跟那個 巨神像的媽祖 親公公 好 結婚囉 就是天后宮其實就是媽祖的神像 祖神像是我們的天后媽祖 然後拍攝的過程中 有向神明做一個祈求 讓媽祖可以祈求 我們可以攝影 也經過廟方的同意 我們才拍攝的喔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這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媽祖的 一個典故的部分 一定要來驚煞這景點 這邊有一個非常火候的網紅拍照景點 大家請看 登登 有沒有超漂亮的啊 這些石柱有沒有讓你彷彿在雅典的感覺 有沒有那種 古羅馬浪漫的風情 你看 哇 漂亮 對啊 這條其實幾乎都是民宿街吧對不對 原則上幾乎都是民宿 所以如果在這邊待一宿的話 我要認真的來拍照啦 記得大家來這邊金沙的時候 記得要來這條街來拍照喔 好啦 接下來一個景點呢 是叫鐵堡 為什麼叫鐵堡呢 這邊早期是所謂的戰略一個地 戰略地的水鬼呢 它會藉由探軍情的方式呢 不斷的去 那樣威嚇 威嚇自己的一個勢力範圍 所以這邊也因此而森林大造 然後聽據說這個也是 非常知名看藍眼淚的一個景點 所以如果大家晚上的時候呢 也可以來這邊看藍眼淚 我們現在呢 彷彿是要去夜遊 看我們的藍眼淚 然後下去的時候可能會很暗 所以拿個手電筒會比較安全 可是到目的地的時候 還是要把燈光光掉 這樣也不會影響到別人喔 有沒有感覺很像大學聯誼 然後出來那個 就是夜遊 對 園移跟誰聯啊 大學的生活 四檔大會 四檔大會都來了 就是鐵堡 這邊就是看藍眼淚的最佳景點 看到嗎 好 進去啦 這樣要迷空著 你應該晚上一個人來嗎 不敢 好 小心喔 然後再左轉 這檔超像四檔大會的 好嘞 我們到了嗎 好 那我們把關都真的關掉囉 第一天的晚餐呢 就一定要來吃一個海鮮大餐 這間呢是據稱會吃到通風的烏菜單料理店 不要看它很不起眼 確實很像去別人家做客的感覺 聽說它的海鮮非常厲害喔 有私廚喔 對 媽祖的私廚你講的沒錯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景觀 餐廳景觀 就去別人家家做客的感覺 好啦 跟我一起去通風吧 走吧 吃到廚房看看我們的大廚 今天為了我們準備什麼料理呢 來來 走過來走過來 對 那你的海鮮都是 每天都吃到市場地 去每天吃一間的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馬祖是 並沒有的 所以我們問題 就是要去國外去做 那它的品質跟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QR做的 好期待喔 這種無菜單料理我超期待的 好啦 我在餐桌等你囉 好 Yeah 來 我們去餐桌等吧 各位觀眾 你們準備好了沒 3 2 1 有沒有很誇張 有沒有很誇張 來 我來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大家熟悉的 碗 你看 比利池 來 俯拍俯拍 從上而下拍 有沒有很誇張 好 看不出來它那個誇張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 我跟你講有哪些東西 快速跟大家講 一整隻魚 然後 還有紅糟排骨 這是跟排骨一樣 然後一堆 半殼類的東西 貝類的東西 還有干貝 媽呀 超多 而且還不只一個 然後這個是牛奶 牛奶 牛奶貝 哇 好多喔 還有很多蝦子 你看這蝦 這很像老闆說 他獨家配方的醬汁 是不可以透露的 好 我們要開動囉 這是我的 這次的team 我們開動囉 一起吃 可以拿處理的東西 對啊 給鏡頭看一下 給鏡頭看一下 我不知道 嚇我 嚇我 有端子轉出來 用這個嗎 這個 對 你從這個拿起來 對對對 哇 超肥喔 你看 你看鏡頭超肥的 快點塞進去哪裡 這個不能吃吧 對 這應該要用手的 講一下口感 為什麼這個顏色 你吃很多 如何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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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鏡頭跟對著我說 超新鮮的 超好吃 鮮味對不對 鮮 就一個鮮 我要蘸一下他的獨門醬汁 因為這個老闆特別說 不能拍他的特別獨門醬汁 然後 這個 那個湯汁融合了所有的韓鮮 有清水在裡面 我也想吃三倍 OK 反正大家來 馬祖一定要來 南竿一定要來 南竿一定要來吃這間 痛風鍋 黑熊羽毛 喵 會喔 會 再來呢 是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來看我們的藍眼淚 剛剛一片星空之下 就已經讓我很期待了 然後呢 要看藍眼淚最好的地點在哪裡 除了在 任何一個路邊的沿岸之外 就是要來北海坑道 那北海坑道呢 你可以搭床進去 那我們是臨時加入這個團隊的 所以也不知道有沒有床 那跟著我一起走下去 看看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 走吧 搶床囉 看 先看這景點 這就是馬祖的阿兵哥 兩棲蛙人 對 兩棲蛙人 他做的還蠻真實的齁 進看一下 你幹嘛進 不可以這樣亂摸 不可以亂摸啦 就是早期他們在這邊開礦 開礦 開礦的過程 很真實 好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這邊怎麼那麼多人啊 他們要等 他們要等藍眼淚 好啦 再等一下齁 好啦 我們準備要出發啦 大家一人一艘船 然後拿著木槳 來 拿著木槳 木槳給大家看一下 木槳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要拿來幹嘛 我們這個是要拿來 讓我們的藍眼淚 對 就是去刺激他 然後藍眼淚就會顯出來 可是這也是要看運氣 好啦 出發啦 按摩摩 接下來看大家的運氣 有沒有看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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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